请软让我不当差 背后要等我啊 天天白日的 你想做什么 相信有许多小伙伴都看过古装清工剧 里面有许多太监 太监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产物 直到清朝灭亡才彻底消失 然而在清王朝却有这样一个机构 这个机构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进士房 太监们挤破头都想进去 可妃子却非常害怕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 在清朝古装剧这类影视题材里 我们无法忽略掉这样一个群体 那就是太监 在宫中他们戴着高高的帽子 身穿宫服弯腰走着 在竹子面前毕恭毕敬 而管理他们的便是宫里的靖世房 据说靖世房还是专门阉割太监的机构 也不知道这种说法到底是真是假 据史料记载 靖世房是一个很全面的机构 它既负责管理太监和宫女 还负责赏罚和识别身份等等 网大了说 他们甚至还负责管理皇帝和后妃的房事 总的来说 靖世房负责的事情还是相当复杂的 宫内外大小事情都和他们息息相关 而其主要作用的便是靖世房的太监 只因皇家血脉的纯正离不开他们 那时清王朝设立了翻牌子制度 也就是说 每一块牌子上都写有不同妃子的名字 随后靖世房太监就会端着托盘来到皇帝跟前 等待皇帝翻牌子 不管皇帝翻的是哪一个妃子的牌子 主管太监都要将时间 人物 地点记录在册 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 也是为了防止后宫妃子和别的男子游染 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 生下的孩子血统不纯 说不定清王朝的江山也要一主了 所以单从这几点来看 靖世房太监的责任是非常大的 不是不是 跟我到里屋去 公公 咱们家玩一个西京县的 古代靖世房是什么机构 为何太监们挤破头都想进去 可妃子却非常害怕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 一般来说靖世房太监很了解皇帝的习惯 如果他们将某个妃子的牌子放在最显眼处 那么他被翻的概率就很大 一旦这个妃子被皇帝翻牌子 那么就意味着他有可能怀孕 不管是生下皇子还是公主 起码下半辈子不愁吃不愁穿 彻底过上养尊处优的生活 所以后宫的妃子 每天就是盼望能够被皇帝翻牌子 为了加大被翻牌子的概率 他们还会用自己的私房钱 去贿赂靖世房太监 因此在宫中有这样一种现象 一个身份尊贵的妃子 还要去巴结靖世房太监 否则的话 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皇帝 只能孤独终老 所以说别看这个靖世房 只是一个小小的服务机构 可他却掌握了许多权力 这就是为什么宫里有许多太监 都抢着去靖世房当差 最主要的原因是 可以亲手负责皇帝和妃子的那些事 进了靖世房以后 他们便拥有这项特权 于是就可以从中获利 虽然宫里的太监都一个样 可他们的地位也有很大的区别 比如一个干粗活的太监 每天就只能提水扫地 哪有机会接触到妃子 更别说的好处了 可靖世房太监就不一样了 他们接触的人地位都比较高 这使得他们的性格非常圆滑 于是有很多位得宠 或者地位低的妃子 就会去讨好他们 只有这样才可以获得 更多事情的机会 才有机会怀孕 那么妃嫔们 为什么会害怕靖世房呢 要知道皇帝后宫家里三千 有很多妃子很难见上皇帝一面 一旦皇帝过来了 他们自然希望和皇帝多待一会儿 最好是待到天亮 只是这些太监在外面计时 妃嫔一想到这里 就会变得很紧张 生怕太监说出时辰到三个子 我们每个人的宝贝都放在这里了 兄弟 好久不见 别来无恙吗 古代靖世房是什么机构 太监们挤破头都想进去 可妃子却非常害怕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 再者 他们被灵性的机会是很难得的 都想趁机怀上龙肿 然后母平子贵 在宫中站稳脚跟 如果没有好的心态和充足的时间 怎么可能怀孕呢 所以 他们在服侍皇帝的时候 提心吊胆 生怕太监捣乱 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发生 他们会提前给主管太监赛些银两 只有将他们贿赂好 他们才会将自己的牌子 放在最显眼的地方 增加皇上翻牌的几率 就算到点了 太监也会假装叫错 再拖延一段时间 如果有些妃嫔没有打点好他们 他们就会耍一些小把戏跟你较劲 所以说 妃嫔对靖世房太监非常害怕 在翻完牌子以后 靖世房太监就会把他们带到靖世房里 看有没有别的身体不适 确认身体没有毛病以后 就会把妃子送到皇帝那里去 如果有些太监使坏 故意说妃嫔身体有问题 那么他们在想让皇上宠幸 就难上加难了 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妃嫔们想方设法 巴结靖世房太监 一旦要是生下个一儿半女 地位肯定会得到大大提升 待遇也会越来越好 所以妃子们生怕得罪了太监 自己一辈子都无法翻身 总的来说 靖世房作为清朝一个特殊机构 权力还是很大的 别看他们地位低 可却掌握了许多人的命运 甚至还有一些大臣都要看他们脸色 只要不惹怒皇帝 那么他们就可以做到高枕无忧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小伙伴们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